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是商群 我们前面在学习集合的时候 我们知道集合 当集合上有一个等价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叫商集的集合 因为在群里面我们有类似的概念 但我们知道当如果G有一个子群H的时候 我们取子群H是定义了一个等价关系 我们可以定义它的左培集 但问题是它左培集所构成的是一个集合 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群的构造在上面 但只有当那个子群是正规子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自然的惩罚定义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进行下面的定理的证明 如果G是一个群N是G的一个正规子群的话 那么我们左培集AN BN是等于 培集ABN 其实当我们的子群是正规子群的时候 我们下面李杰克在介绍正规子群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的左右培集是重合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区分左培集跟右培集 我们统一的把它们称为培集 那么我们这个定理就是说 培集AN乘以培集BN 其实等于培集ABN 好 那我们现在进行证明 我们这里的乘法用到的是集合之间的乘法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形式为前面的元素 乘以后面元素的元素抽出来 除成集合 我们要证这个集合是等于这个集合 那么现在怎么证明呢 我们考虑到AN乘以BN 这样一个集合 其实是等于ANBN 这样一个集合 因为群的乘法有结合率 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写成这样子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又用到 我们右培集跟左培集重合的性质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两个换过来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体是AB乘以N 再乘以N 但我们换过来之后 我们知道 因为N是一个子群 那么它的乘法 它在乘法上是封闭的 所以任何N乘以N的元素 都在N里面 反之N的元素也可以写成N乘以N的形式 因为每个元素都是它自己乘以横等元素 这样子一个形式 我们得到这一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 总结出上面的这一个命题 大家注意到 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没有用到任何元素的选取 虽然我们好像用到了A跟B 作为独立元素的存在 但其实我们这里 这里用到的是集合之间乘法 集合之间乘法 是我们没有涉及到一个代表员选取 所以我们不在 就很少数的 不用进行定义良好验证的 一个等价类之间的运算 好 在证明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面定理的证明 我们构造 一个商集 G除以N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商集 是由所有 N的培集所构成的集合 那么我们 G除以N 在集合的乘法上面 我们要证明它是一个群 它一个群的结构 那么首先 封闭性 我们根据这一个 前面的我们证明定理 我们可以得到 让两个N的培集相乘 得到也是N的培集 所以它是在集合的乘法上面 是封闭的 第二个 我们要证明结合率 也就是说 A N B N 先相乘 再乘以C N 应该等于A N 乘以 B N跟C N的乘积 我们要证明这样一个 相等关系 那么 我们左边 根据我们 根据我们 这个乘法的性质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其实是 A B N 乘以C N 也就是 A B C N 然后另一方面 我们这边也是得到 相似的结果 可以把右边两个 先相乘 然后再跟A先乘 我们也得到 同样的 一个培集 这两个培集相等 所以我们之后得到 这个相等关系 然后我们 第二个 我们要证明 有横等元素的存在 但不能看出 横等元素 其实就是 N Z本身 N Z本身 是N的一个培集 并且我们根据 再次根据 这样一个 因为N这个培集 其实就是横等元素 E乘以N 的培集 那么我们根据 培集相乘的 一个性质 我们可以马上得到 N解决和横等元素 那么第三个 关于力元素的存在 我们不难看出 AN 力元素 其实就是 A等力 N关于A等力的培集 再可以 试着乘一下 马上可以看出 根据这个性质 可以看出 它就是 力元素 好 再交代完这个 证明完这个 这个商集 G除以N上面 存在群结构之后 我们可以定义商群 我们商群 其实就是 这一个商集 如果 N 是G的正规之群的话 那么 我们称 G除以N 为G的 一个商群 现在我们来 进行一些 对商群的 性质讨论 特别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 当G是一个 阿贝尔群的时候 他所有子群 都是正规子群 所以 在阿贝尔群里面 我们可以 对任意子群 进行商群的 构造 那么下面我们来 首先给几道 给两道练习 这两道练习 对后面的证明 在后面的证明 我们也会用到 第一个练习 是 请证明 如果 G是一个 阿贝尔群 然后N 是G的 一个子群的话 那么 G除以N 也是一个阿贝尔群 也就是说 G除以N 里面的乘法 也是符合交换 交换率 第二个 我们要证明的是 对于 任意群 G N是G的子群 正规子群的时候 我们这不再限于阿贝尔群 对任意群的G 如果N是G的正规子群 那么 任意有限群 当G是有限的时候 对任意有限群 不一定是阿贝尔 任意有限群 并且有正规子群N 那么它的G 是等于 正规子群N的G 乘以 商群 G除以N的G 现在我们要证明一个群 群中里面有名的定理 叫科系定理 它的命题如下 如果 如果G是一个 有限群 并且 G的G 能被 质数 P P 整出 那么 G里面 存在 一个 P阶 循环群 循环子群 也就是说 在G里面 存在一个子群 它是一个循环群 并且 它里面包含的元素 各数为P 也或者说 这样一个子群 是由一个 P阶的元素 所生成的子群 我们要对这个 定理进行证明 我们将会用到的是数学归纳法 我们将对 区域的结 进行数学归纳 在数学归纳法里面 什么数学归纳法呢 数学归纳法就是 我们先对 一个数字等于1的情况 进行证明 然后我们假设 对所有 G小于G的 的情况 的群进行 假设它是 这个命题是成立的 然后证明 当G等于G的G的G的时候 也成立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 当G的G是一个 有限子群的G为 任何的自然数的时候 这个命题都成立 好 那么第一个要证明的情况是 当G的G等于1 当G的G等于1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个 定理 这定理说 G要被 G的G要被批整出 但E不被任何 指数批整出 所以我们不许 做出任何证明 不许 任何证明 这个命题 就自动成立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 所以我们先 进行归纳假设 假设 命题 对于 所有 这小于 G的群 都成立 然后我们要考虑 现在先考虑 一个特殊的情况 如果G的G等于P的话 那么我们前面 在拉个仰日定理的时候 我们证明过 当G的G等于P的时候 G自己只有两个子群 一个是G自己本身 一个是平凡群 并且G自己本身 是一个循环群 也就是说 任何G里面的非横等元素 都能生成G 并且生成的是一个循环群 G自己本身 所以G就马上 有一个是 自己本身 是一个自己的P界循环群 所以这个 就明显的 显然成立 那么下面 我们可以 是考虑 G大于P的情形 那下面我们考虑 G的接大于P的情况 因为G的接大于P 所以G明显 不是接为1的群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 选取 一个元素 非横等元素 X 我们考虑 X的接 OX 那么如果 如果 如果 如果支数P 整出 X的接的话 那么 我们让 X的接等于 P乘以N N是一个正整数 那么我们就知道 好 X的N次方的接 是P 大家可以作为练习回去 试一下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证明 那么 X的N 接就是P 也就是说 XN次方 这个元素 能生成一个 P接的 循环子群 那么 命题成立 所以我们 剩下 只用考虑 P不整出 X的接的情况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令 N为 X所生成的 循环子群 那么 我们知道 N这个 因为X 不是一个横等元素 所以N 肯定是一个 非平凡群 那么 我们考虑 G除以N 像一个商群 我们前面的练习 你们有一道 说 G除以N 如果G是R贝尔群 那么它也是个R贝尔群 也是一个 有限R贝尔群 并且根据 G除以N 等于G的 G除以N的 G 像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推出 它的G 是必然小于 G的G的 因为N 不是一个平凡子群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 利用这个 归纳假设 我们可以对 G除以N 这样一个群 使用归纳假设 对 G除以N 使用归纳假设 存在 一个 培级 G除原 这个商群里面的元素 是培级 存在 YN 并且 YN G等于P YN 生成一个 PG循环子群 在这下里面 这样一个 一个定义 那么 有这样一个元素 存在 那么这样一个元素 存在 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一个元素 存在 意味着下面的东西 首先 Y 不能是N里面的元素 否则的话 YN 就是 横等元素 是商群里面的横等元素 横等元素的 G是1 不是P 所以我们首先知道 Y 不是在YN里面 但另一方面 我们同时可以知道 Y不是在N里面 另一方面 我们同时可以知道 YN 因为YN的P次方 是等于 这是拉格朗日定理 是等于 横等元素N N是 G除原里面的横等元素 那么这一个可以推出 根据 根据培集的 互相之间的乘法 我们可以知道 YN的P次方 其实是 Y的P次方N 等于N 也就是说 Y的P次方 是N里面的元素 那么Y的P次方 是N的一个元素 这是说明什么呢 那么我们考虑 以下的两个子群 以至于 由Y生成的 循环子群 另外一个是由 Y的P次方 所生成的 循环子群 这两个循环子群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 Y的P次方 其实 Y这个循环子群的 一个子群 因为这个所有的元素 都是在这里面会出现 而另一方面 因为Y 不是N的元素 所以这一个 循环子群 并不完全包含在N里面 另一方面 这一个 因为Y的P次方 是N的元素 所以它 是N的一个子群 也就是说 Y的P次方 其实是Y的一个真子群 因为一方面 这个是完全包含在N里面 这个并不完全包含在N里面 所以它必然是 它的一个真子群 那么既然是个真子群 那么我们就问 到底Y的P次方 在Y里面的指数是多少呢 通过简单的一个计算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P 至于这个计算 我们将留位练习 有同学们回去 思考一下 通过一个计算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其实是等于P 也就是说 Y的P次方 是 Y里面的 一个 指数为P的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 我们根据 再一次根据拉格朗日定理 我们知道 Y这样的循环子群 是等于 接数 所以我们推出 这个能被 P整出 比如说Y的接数 能被P整出 那么 我们在G里面 就找到了一个 元素 能被P整出的 元素的接 能被P整出的元素 那么 也就是说 回到了这一个情况 就可以找到一个元素 使得它的结为P 那么 回到这个情况之后 命题就成立了 好 这就是 科系定理的 正理